玉里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说停在光明街上 有一部摩托车里头皮包被偷了 警方受理报案之后立即前往现场来勘查财政 在30分钟之后呢 警方就在玉里镇中山路一段的店家里头 发现一位和监视器上面容貌特征相似的民众 他在买午餐 基于合理怀疑有犯罪嫌疑就上前盘查 而盘查过程中嫌犯他还主动交代皮包下落 警讯之后呢 成案是一切到最前韩请花莲地检署来侦办 玉里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 停在玉里镇光明街上 有部摩托车里头的皮包遭窃 警方受理报案之后立即前往现场查看 30分钟过后 警方在玉里镇中山路一段店家内 发现一位与监视器上容貌特征相似的民众 正在购买午餐 基于合理怀疑有犯罪的嫌疑 就上前盘查身份 盘查过程当中 范嫌主动交代皮包的下落 警讯后 全案依照 窃盗最嫌韩请花莲地方检查署侦办 警方随即调业店家周边监视器 发现一米男子在上午11时起 曾步行经过 得手专务后再步行离开 最后的森林消失在 中山以民国路的交叉路口 由于正直中午 警方研判 范嫌就在附近用餐 便沿路寻找 最后在一间面店 发现范嫌 当场将其待反所询问 请寻后 依涉嫌窃盗罪 喊请花莲地方检查署侦办 玉立芬局长林俊廷表示 为了避免契机车内财务遭有心人士窃取 也请民众停放车辆时 务必将钥匙取下 并且再三确认车门有没有上锁 以免财务遭窃 最后民众应该要秉持钥匙戴上手 窃盗不再有的观念 才是防窃盗的正确指导 记者高松双域正采光报道 请记者 李宗盛